不许动把钱交出来就不伤你们的性命 一名戴墨镜的强匪持枪闯入了第一银行瑞芳分行 贺令职员不许动之后挟持人职 不知情的民众都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经过远警告知这是演习才松了一口气 新美市警察局瑞芳分局为提升勤务功能立即反应 紧急应变处理措施 在市区银行进行拦截围捕演练 模拟银行遭歹徒持枪侵入抢劫后逃逸 演练过程逼真将有效嚇阻案件发生 我们每半年都会举办金融机构防抢演练 这个演练是要使我们的严警 不管是心境同仁 还有一些比较知识的同仁 都要熟悉发生抢案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该如何来处置 该如何来通报 当天演练状况模拟区内摩银行 在上午十点中遭歹徒持枪侵入银行内 强盗现金后开车逃逸 行员按下警铃报警 赶到现场的远警 立刻启动拦截围捕 事实上分局几乎每半年 就会演练一次 为求效果 演练起来可是相当逼真 不喜欢警铃哦 喜欢警铃我就开车打水 走 习惯了 走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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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住家 别乖了 住家 那我们分级这次防墙演练 通报以后 我们动用快速打击犯罪特警队 还有线上警力共二十八名 那顺利打枪 警方表示 金融机构防墙 及拦截围捕 在银行配合下 在现地实施士兵演练 不仅能提升柜台人员的应变能力 也可以强化辖区内 沿线各分住所的强案因应能力 绝不给歹徒有任何可乘之机 嚇阻心存不轨的歹徒 进而达到预防效果 让业者与民众都能免于恐惧 并安心过日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